布桃在启动清零计划之后 目前裁剪的结果 指挥中心说布桃的危机 可以说是已经度过了 因此在今天下午 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当中 除了防御约天有来出席之外 另外包括桃源市长郑文灿 还有布桃的院长徐永年 还有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毕胜 都来到记者会当中来分享 这一次布桃的抗疫的心路历程 而针对布桃现在累积20例的血疹 那么徐永年院长 他也在一开始致辞的时候 就先向社会大众来道歉 而另外王毕胜也分享 他在前进指挥所的这一段期间 其实陈中部长 打了两通关键的电话给他 究竟讲了什么 一起来听 指挥官跟我讲话时间都很短 而且都很简要 他第一通电话跟我讲说 心头聊天然后就挂掉了 那第二个电话告诉我是说 我们是医者也是忍者 那你要用你的这个负责任的态度 还有你的信念把工作完成 那我们会在春节后 针对我们的各行各业受到影响的部分 那春节后再来提出有关纾困 或者振兴的计划 毕竟防疫优先 好另外桃源市长郑文灿也提到 因为这个不逃的状况 因此让先前在疫情还比较严谨的时候 许多外线市出现部分的必逃令 而且包括大型活动都因此取消 整个桃源的观光可以说是受到影响 那么郑文灿也说 其实在过年后会针对整个纾困 还有振兴一些店家受到影响的部分 来进行规划 不过现在还是以防疫为优先 而另外在今天下午这个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当中 我也宣布 因为现在整个不逃的风险 可以说是已经回机已经解除了 不过还是会针对这个2月7号的临时开始取消 包括像是医护人员 还有这个1月6号以后 1月6号以后有到这个不逃的门急诊 来就诊的病人 取消他们健保卡自主健康管理的注记 不过还是提醒医疗院所还是要提高警觉